歡迎來到 NP大熊 8區別的頻道 萬聖節快樂 今天我要來分享 三者故事 因為我七月份 還沒有開始開頻道 所以我決定 用這個月份 來分享我的故事 第一個故事 是在我 古中的時候 跟同學 一起出去玩 發生的事情 就是有一個同學 她是女生 我們叫她柔就好了 那個柔呢 因為家裡面的關係 宗教的關係 所以她自己本身就有另一頂子 我跟她 常常出去玩的時候 就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那我今天要講的事情呢 就是 我跟她一起出去玩 那天 白目白目的 就約我去 我們 鄉下當地的 林谷塔附近玩 那那個時候呢 林谷塔還沒有被改建 旁邊都還是墳墓區 我們就偷偷騎著家裡面的摩托車 在墳墓區附近 騎啊騎 繞繞 我們想著說 越來越無聊了 事情也越來越晚了 要騎著車 離開那裡 結果騎著就 突然 整個大熄火 我們怎麼發 怎麼發 都發不動 一直發不動的情況 我們只能夠牽著離開 我們就牽著車 離開了墓地 然後車子呢 就發起來了 當天我們晚上騎回家在路上 什麼事情都沒發生 晚上 他來我家玩 我們晚上在家裡面聊天 不小心就聊得太晚了 然後我們就想說 不然我們就燈關了 讓大人以往都睡了 我們邊聊天 聊到累了 再睡覺好了 結果 聊著聊著 我們開始愛困的時候 他突然就嚼了一聲 把瓶被蓋住頭 然後我就覺得 他應該是在玩遊戲吧 我就跟著 把瓶被蓋住頭 然後他就一邊抖 一邊跟我說 他看到窗戶外面有人在看他 於是我呢 也就把瓶被拿下來 往窗戶外面看去 我也看到了一顆頭 盯著我看 一直看 一直看 當時我覺得 我大概認住了 然後 我也嚇壞了 就跟著那個柔啊 一起躲到裡面 下面 聊天 聊聊聊聊 聊到睡著 這是我第一個故事 那我第二個故事呢 就是關於我過中的時候的事情 在我過中的時候啊 我們的學校 是一個這樣子的 淤字型 然後 這個短邊的地方 是我們的 教學大樓 裡面有各種的教室 然後 這邊 是 好學生 在讀的班級 我讀的呢 就是在這邊的 壞學生班級 我們一直以來 學校都有一個傳聞 在 教學大樓 與 好學生班級的 這一塊區塊 有一間非常奇怪的廁所 有各種傳聞 反正就不外乎是腦鬼 死過人 我們一般都沒有人可以靠近那邊 應該也是說不敢靠近 那邊一直以來 也都有上 封條 所以一直以來 都沒什麼靠近 有一天呢 我們學校的幾個不良少年 就帶著一個 很好欺負的同學 從這個壞學生的班級 跑跑跑跑跑跑 經過要學大樓以後 跑到了這間廁所 爬了進去 在裡面偷偷的抽煙 然後就開始欺負那個同學 叫那個同學呢 一間一間的去打開那間廁所的門 那個同學呢 就這樣 卡卡卡的打開 他開了三散的門的樣子 什麼事 什麼事情都沒發生 什麼人都沒有 開到了最後一間的時候 卡卡卡卡 沒有人 可是門卻鎖了 那幾個壞同學呢 就想說 我覺得一定是你在搞鬼 想要笑我們對不對 沒那麼簡單 一整群的 遇到了那個門前面 用力的把那一扇門給踹開 這個時候他們同時都看到了 一個女生 從裡面突然轉頭過來 那一張臉 我是不知道有沒有我今天畫得這麼恐怖 不過呢 全部的人 都連滾退爬的 衝出了那一間廁所 一邊尖叫 一邊從這裡 啪啪啪 啪啪啪 回教室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不同班級 就各自回到了自己的班級 然後這件事情 怎麼可能像我講的這麼簡單 學校也聽到了 就大家各自被寄了一字大過 大過寄完了以後 就有一個女生 精神好像有點失常失常 那另外其他人們 據我所知 其中有一個 似乎遇到了某一種失望車禍 至於那個失常的女同學 她總是坐在她的教室門口 靠近窗戶的位置 對著那些走過去她班級 要回到自己班級的人 怒目瞪著看 那 我要講的第三個故事 是 最後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呢 是關於我爸爸故事之後發生的 大家都知道 台灣的傳統習俗 家裡有人過世 就是要在家門口 拿一支鏡子 遮蓮花 遮圓吧 直到 直到數量夠了 亦或是 直到 直見到 要出兵之類的 才會停下來 那 大家因為都要守夜 怕黑貓跳過屍體 會發生很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我們也都守夜 那這件事情呢 並不是在我們 守夜的半夜的時間 或凌晨的時間發生 發生這件事情的事件呢 是在某一天的下午 我跟我媽 面對面的繼續走著 圓包 連蛙 那個時候 我隔壁的 親戚 開著車子回來了 位置大概是 這個樣子 這是我們的位置 這裡有一個三合院 三合院中間有一條大馬鈴 那個經濟呢 常常都是這樣開著車 然後這樣進到三合院停下來 所以當回來的時候 我們一定都是有聽到聲響的 那一天 我們聽到了有機車回來的聲音 開得非常非常滿 我們 就同時轉頭過去看 那一台車 看起來不像那個經濟的 我們還以為不是那個經濟回來 那一台車呢 有點像美劇 或者是我們台灣七八年年代時候 會開的那種紅色的 有直角的 車子 因為我們現在的車子 都是有點圓弧的汽車 那一台是直角的 非常直角的 非常舊式的車款 就這樣開 過去 我就 插進了三合院 唯一的事情呢 就是 我才開過去的時候 前面看是舊車 開到後面的部分 就變成了那個經濟原本 圓弧圓弧的外觀車子 然後呢 等他停好車 我媽就開始 折他的 東西 我就繼續聽著看 等他按下 鼻鼻的停車的時候 我才回過頭問我媽說 媽 那那個女子的車子沒有下車 我媽就突然對著我看 他跟我說 你知道那邊是駕駛座嗎 只有他一個人下車 不然你還想要誰下車 我就跟他講說 暗高的 怎麼看一個女子一直在外面 跟我們看呢 他打你破壞的上面 你一直跟我們看呢 我媽當場 傻眼 可是他也沒有做多大的反應 他一直對我回了一句 你也有看到 沒錯 我也看到 我媽第一時間就認為 那是不好的東西 可是為什麼我會不知道 這是因為我小時候 還沒有什麼做過汽車的經驗 我根本不知道 他這樣開車回來的時候 左邊這裡是駕駛座 而那個這樣子趴著看我們的女生 就是在駕駛座 這件事情 到現在 我還是覺得 一直都 非常歷歷在目 有個女生 臉 泡得非常非常的重 看起來 就不像一般的肥胖 臉大概就跟我今天一樣長白 那就這麼 然後 卸在 駕駛座的 活力狀上面 很大眼睛 看著我們 還好這件事情發生以後 我家並沒有發生什麼太嚴重的問題 那我今天 三個故事就講完了 我 從以前就有一點 努力的停止 不過 我不是常常能夠看到 就只能夠在一些特別的場合看到 或是在一些特別的情況看到 那 如果希望我的朋友們 記得 訂閱 加按讚 還有 分享給你所有的朋友 否則我就會去找你喔 我們 下次見 有些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